第330章 嚣张的停歌 御书房 锦宣帝正在批阅奏折 全公共火急火燎地走了过来 陛下 不好了 大殿下出事了 锦宣帝淡淡问道 他能出什么事 刚从御书房离开 这会儿应当还没出宫门 全公共注急道 大殿下被为大人撞下水了 锦宣帝眉心一跳 又是魏婷 一刻钟后 始作勇者魏婷与受害者消毒液被双双带到了锦宣帝的面前 锦宣帝看看混是魔王魏婷 又看看浑身哆嗦的落汤鸡消毒液 牙花子都疼了起来 他咬牙问道 这次又是怎么了 哦 情况是这样的 魏婷不计不许地说道 近日微臣去宫学教授两位公主殿下以及诸位千金骑射之术 谁曾想一匹马儿发了狂 为了不让风马撞到学胜 微臣只得先将马儿骑了出去扶公公小声道 却有一匹疯马 锦宣帝皱眉 为何总是出现疯马 惠安又和灵溪打架了 扶公公善善一笑 可不是吗 惠安公主在宫里和静宁公主掐 去了宫学又和灵溪郡主掐 总之就是个不消停的 锦宣帝捏了捏疼痛的眉心 魏婷继续叹息住说道 会撞到大殿下纯属意外 主要我也没料到大殿下不失水性 不然我就撞胡怨盼了 门外的呼酒声抖了抖 消毒液也是身子一抖 这事说起来是有些可气的 消毒液落水后 他的贴身太监 以及周围的工人当即就要下水 魏婷却拦住了他们 一个个问道 你们会水吗 水性很好嘛 能就个人上来 自己还能不淹死的那种众人面面相去 魏婷悠哉悠哉地说道 那不就得了 大殿下水性生猛 用不住你们就然后他就任由消毒液 在池子里喝了几斤脏水 喝得两眼翻白 恨不能只剩最后一口气 才装模作样地把人拉上来 他举起自己缠着纱布的右手 大殿下早说自己不会水的话 我便是拼着伤口被感染的风险 也一定会立马跳下水 去捞人的消毒液气到心梗 景轩帝狐疑地看向长子 你不是水性很好吗 未听一脸的匪夷所思 对啊 大殿下 你水性这么差 自己都差点淹死了 当日又是怎么救了秦小姐的 景轩帝严厉的目光 落在了长子的脸上 消毒液眼神一闪 正要辩解 却先吐出了一口水来 未听拍拍他的肩膀 安抚道 大殿下 别害怕嘛 不过是区区欺君之罪而已 你是陛下的亲儿子 陛下一定舍不得重重责罚你的 小姐 小姐 秦燕燃正坐在梳妆台前 涂抹药膏 丫鬟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 秦燕燃眉头一皱 做什么慌慌张张的 日后你就是王府的下人 在这般没规矩成何体统 丫鬟委屈地低下头 奴婢 奴婢有急事禀报 秦燕燃道 说 丫鬟道 大殿下他 被撤去了禁卫军副统领一职 秦燕燃脸色一变 什么 丫鬟低声道 陛下 陛下发现那日救宁的人 是大皇子的太监 不是他本人了 陛下一怒之下 就撤了大殿下的职 还 还罚了大皇子禁卒一月 秦燕燃腾地站起身来 禁卒一月 九席怎么办 侧妃也是妃 虽说不能像正妃那样 三书六礼 可九席还是要摆的 丫鬟咬唇 不敢往下说了 大皇子都被禁卒了 哪里还会有九席 只能是一顶轿子 抬进府去了 这也算是 锦宣帝对秦燕燃的惩罚 他明知救了自己的人 不是大皇子本人 却伙同大皇子 一并欺君 锦宣帝心里 能不恼怒吗 秦燕燃气到心口作痛 两眼发黑 谁干的 这件事怎么会穿帮 丫鬟害怕地说道 好 好像是为大人 秦燕燃咬牙 魏 婷 魏婷把皇子撞下水 锦宣帝不可能不罚他的 问题是怎么罚 他本就没回朝中任职 想革职都没出格 锦宣帝倒是想罚 他不做工学的夫子 可魏婷一脸 满不在乎的样子 又让锦宣帝 打消了这一念头 罚奉半年 魏婷黑了脸 从御书房出来 魏婷颠了颠手中的钱袋 唇脚一勾 幸亏早有准备 他白把消毒液 从水里拉上来的吗 不得收点而打捞银子 魏婷 消毒液怒气滔天地走了出来 他推开搀扶着自己的太监 一脸冰冷地来到魏婷面前 你故意的是不是 魏婷收好钱袋 漫不经心地看住他 勾唇笑了笑 大皇子 有些是心知肚明就好 何必说出来 你 消毒液忙四下去看 魏婷替他理了 里湿漉漉的衣襟 别看了 只有你和你的心腹太监听见了 传出去也没人性的消毒液气急 魏婷 魏婷淡淡一笑 大殿下 我这人 记仇说罢 无比嚣张地走了 消毒液气到怀疑人生 世上怎会有如此猖狂之徒 当真不怕死吗 另一边 苏晓晓出了皇宫 当他掀开帘子时 居然看到了数日不见的皇城第一公子 苏默 是表哥苏默纠正 我活的年岁可比你大呢 苏晓晓在他身边坐下 桌上多了一罐包好的核桃 苏晓晓抱过来 小胖指尖在里头扒拉了一下 颗颗饱满 形状完整 他抓了一颗丢进嘴里 燕族地眯起了毛子 苏默其实不明白 核桃有什么好吃的 他怎么能吃得那么香 还没恭喜叔父赢了秦江苏默道 苏晓晓风轻云淡地说道 哦 小事 你们怎么去了那么久 没出什么事吧 苏默道 暴雨造成山体滑坡 冲垮了桥梁与关道 也毁了几个村庄 我们没事 只是苦了当地的村民 刚播种 全给淹了 苏晓晓问道 伤亡惨重吗 苏默摇摇头 伤亡不大 这大概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祖父还在当地震灾 让我先回京看看你们的情况 老五呢 苏晓晓又问 苏默顿了顿 逃了苏晓晓一愣 嗯 苏默无奈叹气 老五就是这样 从不肯好好在家待着 打也没用 家里最不让人省心的两个弟弟 一个老四 一个老五 俩人是双胎 性格却南辕北辙 一个太近了 一个太闹了 都不像正常孩子 苏默又道 另外 我们在那边耽搁了几日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们发现了一个教派的窝点 祖父打算伺机端掉他 苏晓晓道 白莲教 这下换苏默惊讶了 你知道 苏晓晓忙道 我不知道你们的行动 我只是前几日 刚听说了一些 有关白莲教的事 阁楼下的那些尸体 就是白莲教的信徒 苏默皱了皱眉 竟有此事 苏晓晓又抓了一颗核桃 是萧崇华查到的消息 应当没错 苏默神色复杂地看住他 你和三皇子 苏晓晓正色道 我和他没关系 锦衣告诉我的苏默 这丫头已经熟漏到 威武侯府去了 苏默往宫门口望了眼 问道 宫学还没下课 你怎么提前出来了 苏晓晓道 我这几日请假了 不必上课 苏默一惑道 为什么请假 苏晓晓挑眉道 给太后他老人家治病苏默 我真的只是离开了几天吗 从皇宫回梨花巷 回经过第一堂 苏晓晓顺道去拿了几位药材 苏默去对面 给三个小豆丁买糖葫芦 胡碧云恰巧也在给弟弟买糖葫芦 见到苏默 他心口一跳 眼神一下子慌乱了 他将病脚的发丝 拢到耳后 低垂着眉眼 温柔地行了个平背的礼 苏公子苏默淡淡汗手 没与他说话 四串糖葫芦 好累公子 一共半两银子 糖价又涨了 苏默是锦衣玉食的侯府公子 自然不会去关注价钱 他付了银子 拿上糖葫芦 转身就走 等等胡碧云叫住他 微红着脸颊走上前 双手捧起一方雪白的帕子 轻声道 苏公子 你的帕子掉了 苏默没动 车夫见状快步跑了过来 自胡碧云手中接过帕子 多谢姑娘了胡碧云壮胆 羞涩地看向苏默 然而苏默自始至终 没给他任何一个眼神 他镜子走向 从第一堂出来的苏小小 车夫快步跟上 他捧着帕子 公子 这个苏默面无表情道 扔掉第三百三十一张 洗大浦奔 医馆后院 杜鹃与婴儿 正在收晾晒了 一整日的药材 扶郎中去前院看诊了 曹厨子与杨氏 在造屋烧火做饭 院子里只有他俩 突然 任兴堂的围墙上 一节树枝 快速地晃了晃 杜鹃忙对婴儿道 大唐有点忙 小微子一个人 抓药抓不过来 你去搭把手 我一个人收药材就够了 你行吗 婴儿问 杜鹃道 又不下雨 我收慢点也没事 婴儿想了想 说道 要不你去抓药吧 我来收药材 杜鹃低下头 我抓错了几次 被骂得很惨 我不敢抓药了 还是你去吧 那好吧 婴儿去了大唐 杜鹃四下看了看 端起一个波脊 来到后门处 路过造屋时 他往里瞅了一眼 杨氏与曹厨子 切菜的切菜 烧火的烧火 没留意到他 他来到后巷 从后门进了人心堂 吴掌柜早在角落里等住了 今日可有什么进展 吴掌柜问 杜鹃道 东家来取了些药材 给太后做药膳 吴掌柜问道 已经取回家了 是杜鹃低声道 东家自己抓的药 抓完就直接拿走了 我没机会碰到药材 不过 吴掌柜毛子一亮 不过什么 杜鹃道 他留了个方子 让福大夫为他熬一副膏药 他明早来取吴掌柜 若有所思道 明早来取 看来是得太后用的 否则不会让他师傅 亲自熬药膏 杜鹃没发表意见 这种事他也插不上话 吴掌柜吩咐道 你想法子把那张方子弄来 杜鹃为难地说道 方子我怕是弄不到 这些特殊的方子 一般不放在大堂 都是直接收入二楼账房 我进不去 吴掌柜想到 自家的祖传秘方 也是这般保密的 他皱了皱眉 那你盯着福太医 看他用了那几位药材 杜鹃道 他不会虚我盯着的 吴掌柜不耐烦了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还想不想赎身了 真当第一堂 是个好去处 想你当年 好歹也是个官家小姐 沦落成为一个 卑贱的医女 你果真甘心吗 杜鹃咬了咬唇半 吴掌柜冷声道 还是说 你舍不得对第一堂下手 杜鹃一脸挣扎 东家 带我不错 虽然有时候 他脾气不好 但他没恶意 吴掌柜冷笑 一次不忠 百次不用 杜鹃 我没逼过你 一切全是你自愿的 你不会以为 我把你与我串通的事 告诉你们东家之后 你们东家 还会一如既往地信任你吧 杜鹃捏紧了帕子 你别告诉东家 吴掌柜笑道 其实我也不是让你做什么太大的恶事 我不过是想给那丫头一点小小的教训 你放心 这件事伤不到她 至多是令她知难而退而已 我答应你 你替我办完这最后一件事 从此我们之间便一笔勾销 你拿你应得的银子 我从你眼前消失 杜鹃的眼底浮现起一丝纠结 你说话算话 吴掌柜道 自然杜鹃深吸一口气 豁出去道 你想让我怎么做 吴掌柜回到二楼的帐房 胡二爷坐在椅子上 淡淡喝了一口茶 半妥了 吴掌柜笑嘻嘻地说道 我出马 能有颁不妥的事吗 胡二爷没好气地说道 你已经失败好几次了 吴掌柜保证道 东家 民放一百个心 这一回 绝对万无一失 胡二爷问道 你用那个药了 吴掌柜道 没错胡二爷有些犹豫不决 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 大哥说 这种药的药效不稳定 万一太猛了 真把太后弄出个好歹来 吴掌柜忙道 不会的 东家 大爷不是说了吗 皇宫的那些主子身份金贵 但凡入口的东西 必要经过重重查验 先是嬴真是毒 再有专门的小太监 以身是毒 到不了太后那指定 就能被查出来 胡二爷问道 万一 万一要是查不出来呢 吴掌柜就道 查不出来 咱们大爷手里还有解药吗 不正巧 能让咱们大爷 再次得到太后的重视 胡二爷皱眉 真不会闹出人命 不会 吴掌柜拍胸脯保证 胡二爷被说动 点了点头 那丫头屡次坏我胡家生意 是该给她一点教训了 吴掌柜阴厌厌厌的笑了笑 谋害太后是死罪 二爷 你就等住宫里的好消息吧 不出三日 第一堂就是咱们的囊中物了 一日 苏小小带着药膏入了宫 胡九生收拾一番 也打算入宫 刚要上马车 与出发前往人心堂的 胡二爷碰了个正柱 胡二爷人逢喜事 精神爽 笑容满面的 大哥 胡九生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是这么高兴 胡二爷笑道 过了今日 那个惹人厌的第一堂 就要倒闭了 胡九生纳闷道 喝出此言 胡二爷将利用杜鹃 给太后瞎要的事说了 胡九生脸色一沉 你糊涂 胡二爷一脸委屈 大哥 我这也是为了咱们人心堂啊 那丫头若当真 把太后给治愈了 她的医馆 就要将人心堂 狠狠踩在脚下了 咱们不能输给一个 乡下来的小丫头 胡九生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那也不能对太后做这种事 她不再与弟弟废话 坐上马车 以最快的速度进了皇宫 随后又以请平安卖为由 去了永寿宫 她随手叫住一个端住药碗的宫女 苏大夫可来了 宫女道 来了 在里头为太后治病吧 胡九生又道 太后喝药了吗 宫女问道 你说哪种药 糖药已经喝了 另外还有一味药膏 需得加热了才能使用 好像是既能内服 也能外敷胡九生暗松一口气 药膏在哪 在小除诺 端来了 宫女指着一个断药的小太监说 胡九生望着那碗药膏 她只需要装作不经意地打翻塔 就能阻止一场祸事了 就在她打算这么做时 她突然听见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太后可感觉好些了 是 是福生 她怎么会来了这里 胡九生整个人都不好了 她问宫女道 苏大夫不是一个人来的 哦 她还带了一位大夫 据说是她师父 极善针灸之术 倒是比昨日松快些了 太后说道 你的针灸之术不在你父亲之下 太后谬赞了 草民明日再来为太后针灸 听到这里 胡九生脸色煞白 胡怨盼 您还有什么事吗 宫女问她 胡九生看看她 又看向一旁端住 药膏入内的小太监 我没事 她一脸淡定地说 看住小太监与她擦肩而过 她没有任何动作 太医院 诸位太医各自忙手头的是 皇宫贵人众多 每日都要请不少平安麦 大家其实是很忙的 愿判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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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太医拿手指 在胡九生眼前晃了晃 胡九生回神 啊 方才想要方去了 张太医有事 张太医道 芙林和雪莲快没有了 这是采买清单 请您过目 胡九生哪里看得进去 拿过来胡乱扫了一眼 便递还给了张太医 张太医见她怪怪的 不由地问道 愿判大人 你今日是有哪里不舒服吗 你脸色很差 胡愿判用手背蹭了蹭自己的脸颊 若无其事道 没有 昨晚看医书看得太晚 没睡好 张太医就到 那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太医院由我们的 无妨胡九生 拿出一本医书翻看了起来 她心不在焉的 满脑子都是要高的后续 那一味药 是她根据服太医的药方改良的 原本是个以毒攻毒的方子 她改良过后 要笑不大稳定 可能有大毒 也可能无毒 要笑因人而异 无毒的话 就白瞎要了 大毒的话 又太凶险 会不会用解药就不回来 那她就是谋害太后的凶手了 想到这里 她整个人一阵后怕 到底是冲动了 不该任由极度与心虚 吞噬了自己的理智 怎么办 现在该怎么办 不好了 万太医一脸惶恐地走了进来 胡九生疼地站起身来 是永寿宫出事了吗 万太医点头 是胡九生颤声道 太后怎么了 万太医道 不是太后 是陛下 陛下吃了太后的药膏 吐血晕倒了 第332章彻查真相 永寿宫 景宣帝倒在血泊中 宫女太监乱作一团 福公公也慌了神 他伺候景宣帝多年 从未见过如此场景 景宣帝正值盛年 身子鼓一贯硬朗 怎么说倒就倒 说吐血就吐血了呢 太医来得很快 皇后与贤妃等妃嫔也到了 景宣帝躺在太后寝宫的竹床上 说是竹床 实则也铺得十分柔软奢华 毕竟是太后她老人家 做治疗用的地方 贤妃一进屋 便扯着帕子哭了起来 陛下 太后眉头一皱 其余妃嫔也纷纷围过去 抽了帕子开始抹泪 唯一淡定的是皇后 皇后目光扫了眼四周 对太后道 母后 让您受惊了 此时 皇后与后妃的差距就出来了 众人一个劲的 魏锦宣帝哭泣担忧时 只有她还顾全助大局 知道先关心一下太后的奉体 哀家无碍 太后神色疲倦地说道 皇后又看向奉床前的苏小小 以及请殿内的几位太医 问道究竟发生了何事 太医们面面相去 李太医开了口 回皇后的话 臣等随陛下来为太后把平安卖 陛下 吃了些苏大夫做的药膏 不一会儿便口吐鲜血 倒地不起 其症状 像是中毒 苏大夫 皇后狐疑的目光 落在苏小小的脸上 苏小小贪手 一脸无辜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事毒吗 皇后问 这话显然是对 永兽宫的宫女太监说的 长氏太监道 嬴真没事出来 小盒子是吃了 但 但或许是吃得少 当时不险 这会儿才有些晕呼 皇后沉思道 如此说来 并不是剧毒了 如果是剧毒的话 小盒子当场就会严重反应 嬴真也不会试不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不是剧毒 陛下又是怎么弄成了这样的 陛下究竟吃了多少 皇后问 长氏太监不吭声了 福公公清了清嗓子 难为情地说道 一罐子 吃完了皇后问道 多大的罐子 福公公默默地把空罐子抱了过来 皇后看住那个快和自己半颗脑袋一样大的药罐子 太阳穴秃突一跳 脑海里的小人迅速摔倒 平日里在昆宁宫抢尽您的点心吃也就算了 如今竟是连药膏也不放过的吗 皇后险些维持不住自己母仪天下的气场 她深吸一口气 对福公公说道 你也不劝这点 福公公在心里大呼冤枉 她也想劝那 谁能料到她不过是去御膳房跑了烫腿的功夫 陛下就把一罐子药膏给干光了呢 从前也没发现 陛下这么爱吃药啊 皇后自然是不能责怪太后的 她看向一旁的苏小小 苏大夫既是大夫 难道没告知陛下 药膏的服用剂量吗 如果陛下没吃那么多 兴许中毒不会如此严重 太后沉生道 她去给哀家熬药了皇后欠了欠身 客气地说道 母后 我听闻与苏大夫一道过来 还有一位大夫 不知那位大夫现身在何处 太后淡淡说道 她已经走了 第一堂一共才两个大夫 扶郎中给太后针酒丸 立刻就回去了 太后的言辞间对第一堂多有维护 皇后不好应来 何况 苏小小也是静宁公主的朋友 只不过 姿势体大 当住这么多人的面 她需要将事情查探清楚 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皇后正色道 苏大夫 药膏是你亲手熬制的吗 苏小小如实道 是我拜托我师父熬制的 皇后微微一饿 你师父 福公共盲道 就是刚刚离开的那位福大夫 皇后又道 药膏是治疗和症的 苏小小道 驱邪散热 书封解表皇后 给太后的 苏小小 是李太医忽然指着苏小小控诉道 我明白了 一定是你们想要谋害太后 不料太后没用上 反而阴差阳错 让陛下中了毒 苏小小古怪地逆了她一眼 我和我师父为何要谋害太后 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于斯 我们与太后并无恩怨 于公 至于太后 就等于给第一堂 输了一块活招牌 我盼着太后痊愈还来不及 又也能害她老人家 这话成功让李太医闭了嘴 万太医开口道 那 那你就是想谋害陛下 李太医恍然大悟 没错 你记恨陛下一而再 再而三地偏袒秦江一家 心中恼怒 于是想了办法报复陛下 苏小小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罐药膏是给太后的 我可没摁住陛下的脖子 逼她把药膏吃了 太后成声开口 是挨家给皇帝的 你们是不是想说 挨家谋害了自己的亲儿子 苏小小熬了一大罐 分装成两小罐 其中一罐拿去热了 太后刚用过早膳吃不下 又见景宣帝近日有些上火 就先让她吃了 太后也没料到景宣帝 吃了那么多 太医们哪敢质疑太后 皇后对苏小小说道 不论怎样 这瓶药是你们第一堂熬制的 所有接触过 或有机会接触的人 全部要押入大理寺问审 母后 父皇 是敬宁公主与惠安公主来了 叫母后的是敬宁公主 父皇是惠安公主喊的 在上课时 突然听说景宣帝中毒 二人当即翘了课 皇后的最后一番话 二人全听见了 景宁公主正色道 母后 恕而臣直言 父皇中毒一事 不宜声张 恐在民间引起恐慌 不如就派人上门调查 惠安公主气呼呼的指向苏小小 她都给父皇下毒了 你还替她说话 景宁公主严肃地说道 无凭无拒的是 休要胡言 要是第一堂熬制的不假 可进了永寿宫之后 也不是没有别人碰过药膏的 惠安公主瞪大了眸子 你是在怀疑永寿宫的人 给父皇下毒 敬宁公主一开视线 我没有怀疑任何人 我只是提出所有的可能 惠安公主气急 惠安 贤妃何止了女儿 好了 都别吵了 太后沉沉地说道 皇帝的龙体 关乎江山设计 就一敬您所言 让人上门去问话 别动不动 就把人往牢里抓 皇后立马顺坡下驴 母后所言及时 太后又道 老三近日 是不是在大理寺查案 贤妃一听自己儿子 被点名了 赶忙起身回话 是的 太后太后摆摆手 那就还是交由老三 与大理寺去查 贤妃心头一喜 三殿下必不辜负您的信任 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大皇子被禁足了 二皇子又不在京城 老四 老五不堪大用 如今指望得上的 只有他儿子了 第三百三十三章 三小只侵贼 掌施太监成公共 亲自去大理寺 传太后口语 查案的事 交给萧崇华与大理寺 锦宣帝的龙体 却还是要指望诸位医者的 敬您公主公事公办地说道 苏大夫 有劳你替我父皇诊治 万万不可 李太医出言阻止 敬您公主匪夷所思地看住她 李太医 有何不可 李太医正色道 陛下是吃了苏大夫的药膏 才中毒的 苏大夫在洗脱嫌疑之前 还请先退避三社 不要靠近陛下 其余太医也认同李太医的提议 太后与敬您公主偏袒缩小小 他们已经看出来了 然而事关陛下龙体 真出了岔子 太医愿担待不起 也别说是她治的 就能与太医院毫无干系 她治不了 到最后还得他们太医院来抢救 他们可不希望她毛手毛脚的 让陛下病情恶化 或是她果真是凶手 又伺机给陛下再投一次毒 惠安公主交声道 对 不能让她给父皇治病 她一定会再害父皇的 皇祖母 您快让人把她抓起来 太后道 她是哀家的大夫 惠安公主皱眉道 可是她 嗨嗨 贤妃又拽了女儿一把 示意女儿闭嘴 太后不怒自威地说道 皇后与太医留下 贤妃 你们几个先回去 是贤妃带着众人出了永寿宫 惠安公主抱怨道 母妃 你干嘛不让我把话说完啊 贤妃恨铁不成钢地点了点她脑门儿 你傻呀 她是你未来嫂嫂 她出事 就是你三哥失事 惠安公主嘀咕道 她怎么会是我嫂嫂 贤妃道 陛下以下旨 册封秦燕然为你大哥的侧妃 择日入大皇子府 秦家的千金只剩她一个了 并且她爹前几日刚赢得兵权 惠安公主心有不甘地撇了撇嘴儿 可是她陷害父皇 贤妃轻声道 老大被禁足 老二不在 京城你三哥一人独大 若你父皇真有个三长两短 皇位非你三哥莫属 惠安公主的眸子 争得圆圆的 母妃 你胡言乱语些什么 父皇怎么可能会有三长两短 她一定会平安无事的 贤妃懒得和女儿白扯 敷衍得摆了白手 是是是 会平安无事 你别瞎掺和 别再贱人就骂苏大夫 也不许说她是凶手 她是不是不重要 你三哥若登基 她的皇后就必须清清白白 惠安公主督农道 我不喜欢她作我嗓嗓 景轩帝被抬回了自己寝宫 太医们也一道前往 胡九生作为主治太医 自然也在随行的行列 她捏了把额头的冷汗 一脸镇定地说道 我去上医院抓点药 你们先过去 她并不是真的去抓药 而是要让人通知一下人心堂 她阴阴感觉事情不简单 怎么那么巧 皇帝就赶上了热好的药膏 又那么巧 那丫头去了小厨房 给太后熬药 会不会是那丫头挖了个坑 让人心堂去跳 老爷要同给她倒了一杯茶水 她快速写了一封信 亲手交到二爷的手里 务必要快 是 约莫小班的时辰后 胡二爷拿到了胡九生的亲笔书信 看完后她脸色一变 屋掌柜忙道 东家 怎么了 胡二爷道 大哥说 有诈 吴掌柜粗略扫了一眼 困惑道 这 这信上也没说明白啊 直到有诈 让咱们赶紧把证据给销毁了 一会儿官府会来查 查第一堂 关咱们人心堂什么事 究竟是怎么了 胡二爷神色凝重道 定是时间紧迫 大哥来不及血 但大哥这么交代 必定有他的道理 赶紧把人证物证都处理了 人证是杜鹃 物证是药粉 危急时刻 胡二爷的智商突然上线 先把那丫头藏起来 别让官府找到 官府问起来 咱们就说他是畏罪潜逃 吴掌柜应下 好 必要的时候 胡二爷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其实昨晚便可以解决杜鹃的 只不过 他们不确定这一次的计谋 是否能够成功 万一太后没吃那药 或者万一杜鹃没放进去 他们留着杜鹃 就能来第二次投毒 吴掌柜即刻去联络杜鹃 一打听 却被告知 第一堂的那个医女 今日没去医馆 糟糕 那丫头跑了 吴掌柜咬牙 赶忙去处理物证 可是 该如何处理 烧掉 有气味与残渣 倒掉 倒去哪 他听过一起按键 有人把药材倒进茅坑 最后都让捕快给查了出来 放进别的汤药里 不行 还是有可能被查出来 楼上 胡二爷推开宣窗 朝院子里催促 三殿下来了 你赶紧啊 赶紧 赶紧 吴掌柜把心意横 将几包要揣进怀里 从后门出了人心堂 他把药扔远一点 这样总万无一失了吧 他拿出了投胎的力气 一口气走了三条街 终于来到了一个人际罕至的古园 他鬼鬼祟祟地将药包扔进围墙 随后转身就走 然而他刚挪动步子 药包又被羞羞羞地扔了过来 他下意识地抬头一瞧 就见墙头多出了三个可可爱爱的小脑袋 吴掌柜虎去一阵 怎么是他们 小虎乃唧唧地说道 你的东西掉进湿乎的果园了 二虎摇头叹气道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 大虎批评道 还给你 下次注意 注意个毛啊 我就是来扔的 这里八成是扔不成了 吴掌柜拾起地上的药包 拔腿就走 大理四庆的官差已经开始抓人了 也不知是在抓杜鹃 还是在抓他 人一心虚 便容易草木皆兵 不管了 先躲起来 他抱着药包藏到了一辆 用破布盖着的破车下 你们几个那边 剩下的跟我走 是 官差兵分两路 没往这边过来 吴掌柜暗松一口气 忽然 一颗 两颗 三颗圆溜溜的小脑袋伸了进来 你在干闲摸 小虎问 二虎 大虎眨巴眨巴地看住他 吴掌柜想死的心都有了 走啊 赶紧走啊 他一边挥手 一边小声撵他们走 三人没走 你干嘛要躲在这里 二虎问 三小只是认识吴掌柜的 上回与小胖敦儿之间闹过一次冲突 吴掌柜冲出来护主 结果被杨师用扁蛋打得上蹿下跳 三小只于是给吴掌柜贴贴了标签 不够成威胁的大人 吴掌柜绞尽脑汁想把三尊温神送走 我们来玩个游戏好不好 他集中生智地说道 你们走到那边 对住墙壁 不许偷看 从一数到十 要大声数 数完来找我 小虎摆摆小手道 小虎不会数到十 小虎只会数到一百 大虎会二虎说 大虎点头点头 吴掌柜嘴角一抽 都 都行吧 三人乖乖地来到墙壁 小手受五住眼 大虎开始认真数了 一 二 三 四 吴掌柜小心翼翼地爬出来 捏手捏脚地走了几步 随后 一溜咽儿地不见了 他拐进一个小胡同 确定三人没有追上来 他拍着胸脯 长松一口气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找到你了 恶魔般的小声音 骤然出现在身后 吴掌柜一个机灵转过身来 看住萌萌大的三小只 整个人要崩溃了 你们是追上来的 那边也找找 是官差 吴掌柜吓到屁滚尿流 惊慌失措间 他看住眼前的三个孩子 忽然就有了主意 这可是你们自己送上门的 别怪我 他把药包拿出来 刚好三包 一人手里塞了一包 吴掌柜笑道 你们找到我了 这是给你们的奖励 接下来轮到我来找你们了 我闭上眼 数到时 你们往回走 找个地方藏起来 三人想了想 觉得可行 这个人还挺够义气 和他们玩这么久 小胖蹲的事不和他计较了 大虎道 那你先把眼睛闭上 好 我闭 我闭 吴掌柜须须地闭上眼 留了条眼范 要全部闭上 不许偷看 二虎说 笨啊 小虎说 吴掌柜皮笑肉不笑 将眼皮闭得死死的 听着哒哒哒逐渐远去的脚步声 他心头一喜 待睁开眼时 三小只早已跑得不见踪影 太好了 就等着官差 从你们身上搜出药粉吧 就算你们说是我给的 我也不怕 谁会相信几个小屁孩儿的话 谁不知两家有恩怨 指不定是你们家大人教唆的吗 面头闪过 吴掌柜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然而俗话说得好 乐极一声悲 他一不留神 没留意到前方是台阶 他一脚踏空 整个人呱啦啦地滚了下去 啊 看 腿断了 下一秒 三颗圆溜溜的小脑袋 挡住了他的视线 小虎歪歪头 你脚找到我们了 我掌柜快哭了 我他妈不想脚 找到你们呢 他咬牙 恶向胆边生 朝着三小只伸出魔爪 就在此时 凌云云淡风轻地走过来 一脚将他踩晕了 第334章一网打尽 凌云报了官 官差来得很快 直接把人带走了 当吴掌柜被一盆冷水泼行 就发现自己已经跪在了 大理寺的公堂之上 大理寺受理的一般都是 官吏或皇亲国妻的案件 作为一介平民 能有幸出席大理寺的公堂 也是一种造化 大理寺卿逐理此案 端坐在公堂之上 萧崇华很是谦逊地坐在侧方 丝毫不摆皇子的谱儿 大理寺卿怕得拍响金堂墓 吴富贵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谋害太后与陛下 吴掌柜晕晕乎乎的 大 大人 我没有 大理寺卿严肃到 还敢狡辩 来人呐 上物证 官差将几包 从他身上搜到的药粉 乘了上来 事情是这样的 原本这几包药粉 是被他当作奖励 塞给了三个小家伙的 可凌晕过来后 直接掏出来 扔回他身上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脏东西 也配给他的徒弟 吴掌柜极力狡辩 这 这不是我的 是有人害我 弟 第一堂的人害我 大理寺卿可不是平白无故就开堂的 他冷冷地说道 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那好 本官就让你死个明白 再上物证 这回官差城上的是一托盘的药材 吴掌柜一脸猛逼 大理寺卿道 本官一请大夫 辨认出了炼制这包药粉所需的全部药材 其中一位藏红花 只有你们人心堂大量才买过 第一堂与附近几家医馆根本就没有这位要 吴掌柜哪里料到大理寺能从这里寻出破绽 这算是应了那句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吴掌柜也不想想 这些官员都是怎么通过重重筛选入室的 人家的脑子能笨吗 再者 能进大理寺的 不仅要学问好 也得有断案的天赋 就吴掌柜这种坐监犯科的手段 在大理寺卿面前完全不够看 很快 胡二爷也被带了上来 他给吴掌柜使眼色 让吴掌柜一个人将罪责承担下来 他会替吴掌柜照顾一家老小 萧仲华开口道 赵大人 可否容我说两句 大理寺卿盲拱手道 三殿下请讲 萧崇华不疾不徐地说道 谋害太后与异国之君是抄家灭族的死罪 还请赵大人严格审理 勿要冤枉了任何一个好人 也别放过任何一个恶人 大理寺卿哪儿不明白 这话是讲给吴掌柜听的 他配合地站起身来 行礼道 三殿下请放心 本官一定秉公办理 该杀就杀 该灭族就灭族 绝不姑息 二人的对话把吴掌柜吓得够呛 若是要灭族 那他一家老小 全得跟他一起上断头台 不行 不能这样 他不想死 他的家人也不能死 萧崇华深知恩威并失的道理 但倘若协助查案 举报有功 也可网开一面 死罪可免 吴掌柜再也绷不住了 殿下 草民冤枉啊 是他指使草民干的 胡二爷骇然失色 你胡说 吴掌柜激动地说道 小的没有 殿下 小的招 小的全都招 只求殿下饶草民不死 吴掌柜将买通杜鹃投毒的来龙去脉说了 东家他早看第一堂不顺眼了 多次给第一堂使绊子 这回又听说第一堂的大夫去给太后治病 东家担心太后被治好了之后第一堂名声大噪 这才想了一个阴招陷害第一堂胡二爷气坏了 这主意明明是你想的 我不同意陷害太后 你就说毒药到不了太后嘴里 有银针 还有试吃的小太监 能发现的 吴掌柜痛心疾首地说道 二爷啊 您这就冤枉我了呀 我几时这么说过 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呢 俩人掐起来了 吴掌柜话中提到了一个叫杜鹃的医女 大理寺卿派人去将对方押来大理寺 约莫半个时辰后 官差回来复命 大人杜鹃为罪自尽了 皇宫 胡九生正在为锦宣帝熬药 药桶慌慌张张地走了过来 老爷 二爷出事了 由于吴掌柜的攀咬 再加上人证物证拒在 胡二爷被打入死牢 不过 胡二爷并没有将胡九生供出来 否则 一旦让人知道胡九生是明知药膏被下了毒 却没及时阻止 也会被一道问罪的 胡九生拿着银针的手微微颤抖 老爷 怎么办 要同小生问 胡九生心乱如麻 你先别助击 让我冷静一下 胡二爷毕竟是他亲弟弟 也是人心堂明面上的东家 真出了事 整个胡家都会遭到牵连 当务之急是赶紧解了陛下的毒 只有治好了陛下 才有为弟弟求情的可能 还好他有解药 胡九生深呼吸 平复了一下心底的慌乱 将解药化入一碗温补的汤药中 给锦宣帝送了过去 锦宣帝神志不清 无法服药 胡九生先为他针灸 让他恢复一丝清醒 随后由福公公一勺一勺把解药喂了下去 锦宣帝的脸色慢慢好转 硬堂的黑气淡了下去 乌黑的指甲盖也有了一丝红润 陛下 这要好苦 能说话了 胡九生长松一口气 只不过 他一口气没松完 锦宣帝忽然身子一个静卵 猛地吐出了一口黑血 福公公勃然变色 陛下 陛下 锦宣帝重重地倒在了龙床之上 福公公摸了摸锦宣帝的脖子 又看看皇帝吐出来的黑血 指着胡九生道 有毒 你杀了陛下 胡九生惊呆了 一屁股跌在地上 怎么会这样 明明是解药 是解药的 什么解药 静宁公主冷冷地出现在身后 胡九生看住气息全无的锦宣帝 吓得整个人都慌了 他没给静宁公主行礼 而是蜷缩着身子抱住头 喃喃自语 就是解药 我按方子上熬的 是对证解药 书上是这么写的 我没给陛下下毒 不是我 我给的解药 能解的 静宁公主深深看了他一眼 来人 把胡愿判给本殿下抓起来 第335章 霸气小小 太后 太后 掌施太监成公共快步进入太后请殿 太住急忙慌的缘故 他在门槛上绊了一跤 不是苏小小及时扶住他 他已经摔个鼻青脸肿 多谢苏大夫 掌施太监到了谢 几步来到太后的凤床前 太后被叨扰了一上午 好不容易清静一会儿 见他这般渣户 不免没心疑促 又怎么了 他沉声问 掌施太监哽咽道 陛下 驾崩了 太后手一抖 碗里的汤药洒了出来 紫辰殿内 福公公与诸位工人哭成一团 护太医已经被拖了下去 殿内十分混乱 静宁公主看住早已没了脉搏的锦宣帝 双拳死死握紧 他转身 正要吩咐陶芝去一趟永兽宫 就听得一道沉闷的吏鶴 自外头传来 都给哀家退下 皇帝在哪 祖母 静宁公主望向门口 第一个进来的却是拎着药箱的苏小小 太后坐在凤脸上 稍稍落后了树部 紫辰殿的宫人并不认识苏小小 因此一路阻拦 若不是太后清灵 他怕是倒步了这里 大压 静宁公主正正地看住突然闯入的苏小小 月光追在他身后 他的神色冰冷而正中 患者在哪 苏小小问 静宁公主忙到 在屏风后 扶公公打屏风后走了出来 这儿呢 这儿呢 苏大夫 苏小小拎着小药箱走过去 恰在此刻 诸位太医也赶到了 住手 万太医立合 苏小小没理他 他追上去就要阻止苏小小 静宁公主冷声立合 给我退下 万太医一愣 静宁公主 陛下危在旦夕 切莫让歹人趁机伤害陛下 微臣等人这就替陛下医治 我说了 给我退下 静宁公主气场全开 挡在屏风前 犹如换卫山河的神女 李太医语中心长地说道 静宁公主 您别胡闹了 赶紧让我们给陛下瞧瞧吧 不然错过了最佳时机 陛下可能真的没救了 静宁公主不让 她并不是普通的公主 是景宣帝唯一的嫡出 满月时便被青天间的坚政批命 她的命格关乎大洲皇朝 她活 大洲星 她亡 大洲衰 动她就是动整个皇族的气韵 殿内无一人敢与她应来 万太医又看向了 屏风旁的福公公 福公公是景宣帝的心腹 她若大喊一声护驾 相信暗处的大内高手 一定会挺身而出的 她咬牙 奴才 听公主的门口的全公公 瞧见这一幕 心知自己的机会来了 福公公压在她头上许多年了 明明自己比她更早来紫辰殿 却始终不如她受宠 福公公居然阻拦太医 为陛下施救 若叫几位皇子知道了 全公公眼神一闪 鬼鬼祟祟的退了出去 李太医神色宁重道 敬您公主 若陛下真有个三长两短 敬您公主冷声道 本殿下一例承担 众人惊到了 一贯踏踏实实做事的朱太医 也忍不住开了口 敬您公主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一个民间来的大夫 真把陛下致死了 其实与敬您公主 是没多大干系的 可敬您公主 亲自为她做宝 性质就不一样了 敬您公主 是在用命信任那丫头啊 福公公也好似 第一天认识敬您公主似的 从前只觉得 她是嫡主子 命格贵重 高高在上 也是理所应当 然而今晚 她见到了 她不训皇子的胆量 可 陛下已经没有脉搏了 苏大夫 当真能起死回生吗 苏小小放下一药箱 一手贴住皇帝的颈动脉 另一手探了皇帝的鼻息 随后她一步跨上龙床 跪坐在皇帝右侧 双手交叠 一下一下按压皇帝的胸口 按压的幅度不能太大 容易压断肋骨 但也不能太小 否则起不到心脏复苏的功效 一个小宫女不小心撞倒了屏风 所有人都瞧见了这诡异而又可怕的一幕 这比给太后拧脖子恐怖多了 这是把要把景宣帝给活活摁死啊 大胆 万太医一步上前 退下 静宁公主拔出了架子上的长剑 谁敢靠近龙床一步 羞怪本殿下刀剑无眼 太医们被镇住了 而此时 贤妃与慧安公主也到了 二人也是吓了一大跳 贤妃气坏了 虽说认为陛下驾崩了 登基的就是自己儿子 可陛下也不能被自己未来的儿媳弄死啊 这是要闹哪样 贤妃想去制止 可她瞅了眼 停在院子里的太后奉勉 又忍住了 母妃 你看她呜呜呜 慧安公主的嘴被贤妃捂住 皇后是与几位皇子差不多时辰赶到的 就连被禁足的消毒液也来了 大皇子府距离皇后尚有一段距离 自然不是景宣帝驾崩的消息传出去后 才动身的 景宣帝上午吃过药膏后 吐血昏迷 她那会儿便已入宫 她先给太后行了一礼 祖母 祖母也来了吗 慧安听到她的话 转过身来 才看见了暗处的太后 太后没说话 皇后则是一眼瞧见了殿内 拿着长剑恨不能要砍杀太医的亲闺女 太阳穴又是一阵突突直跳 静宁 你做什么 还不快把剑放下 消毒液也一脸肃然地进了请殿 冲静宁公主伸出手 静宁 把剑给大哥 别伤了自己 静宁公主没动 皇后与消毒液皱了皱眉 随后 琪琪望向龙床上 不停按压皇帝的苏小小 消毒液冷声开口 住手 皇后的嘴唇动了动 静宁公主挥剑指向消毒液 谁也不许过去 消毒液浓眉一簇 静宁你疯了 你这样会害死父皇的 她只是一个民间来的医女而已 你该让太医为父皇医治 静宁公主一字一顿道 我相信她苏小小的额头 渗出痘大的汗珠 这副小身子 虽是减了好几十斤的重量 可到底还是有点儿胖 随便动一动 满头大汗 已经按压了一百多下 锦宣帝依旧没有心跳 难道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消毒液疫症词言道 静宁 你我虽非一母同胞 但我心里 始终将你当成最亲近的妹妹 你要什么 大哥都能依住你 唯独这一回 大哥不能放任你胡闹 这是她立功的大好机会 若是父皇得救了 她是第一功臣 若是父皇驾崩了 那也不是她害死的 是那丫头延误了最佳救治时机 而那丫头秦家人 秦家又与老三有婚约 朝中大臣势必迁怒老三 得罪了 妹妹 皇后眉心一跳 不可伤了静宁 然而消毒液已经出手了 静宁公主不会武功 她拿剑只能唬住这些太医 消毒液是不怕她的 消毒液冷冷地折向她的手腕 咻 一枚银针朝她射来 消毒液脸色一变 赶忙松手侧衣一步 银针猛地射进了她身后的狼柱 整根没入 如此力道 可想而知 方才自己若是没躲开 怕是胸腔都被她穿透 消毒液冷冷地看向偷袭自己的人 缩小小脚尖一勾 飞起一个木凳 随即她一个悬身 足间重重一踹 将木凳踹向了消毒液的胸口 木凳那么大 可不如迎针好躲 消毒液盲身出双臂交叉格挡 令她意外的是 她竟被木凳逼退了好几步 好可怕的力道 她狼狈地稳住身形 不可置信地望向从龙床上下来的苏小小 说好的乡下来的野丫头呢 这等伸手是哪里来的 苏小小将静宁公主护在身后 眸光冰冷地看向消毒液 杀其避陷 不 雪 碰 她